当初长江苏传出即将开派的消息 女主杨子早就定下 但男主人选迟迟未定 网上一直在传男主是任佳罗 直到开机官宣张婉一拿到了表哥强弦一角 证据帅哥接骨偶 张婉一的这张脸实在是太有辨识度了 就像是为了全力将生放弃所爱之人的权某男主 故事感超强 而为了演好强弦一角 张婉一仔细研读剧本 没少和编剧导演聊戏 拍摄时更是丝毫不敢怠慢 努力达到了导演精益求精的要求 即使超级拍摄一个月也毫无怨言 而张婉一这张脸谁看而不想弄糊他 后来才发现徐珍当年说的都是真的 张婉一采设偶像 偶像是能够真正在台上会发光的 而谁说爱豆演戏都会水土不服 谭剑刺就隐身身从龙套演成了男主 随着猎罪图剑的爆火 谭剑刺成为最炙手可热的演员 筹发中长相思便向谭剑刺发出了谣言 长相思是谭剑刺曾未接触过的题材 自然是想要尝试一下 再加上原著作者童华亲自操刀 作品质量肯定是有保证的 在和剧组工作人员的沟通中 得知香柳一角是白发造型后 谭剑刺更是狠狠心动 当然最重要的是香柳一角在剧名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就连原作者都独为他写了方外 为了演好书粉白月光香柳一角 谭剑刺花了很多功夫来研读剧本 每天都活在香柳的世界中 在悲情的底色中爱得十分深沉 相信谭剑刺定能让香柳在这世间再活一次 因为在娱乐圈摸拔跟打多年的谭剑刺深深的明白 机会难得 当你没有一个好的代表作的时候 就没有更好的作品来找你 而观众终于知道 为什么杨子在仙侠剧中 兼致使用原生台词了 即使混杂在各种声音中 杨子的淘台词也听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 清晰饱满 字字分明 在杨子身上真的体现了声音就是演技 一般古装剧都用的配音 杨子却能用原生主演 可见已经得到了业内的认可市场的考验 作为演员 他真的有在好好练台词 当初杨力所在的嘉行传媒 花了八亿拿下成相思项目 然而最后因为种种病原因 并未找本公司艺人 而是找到了离开老冬家之后的杨子 他也是该剧的核心卖点 这个大女主绝对过真价实 虽然剧情逃不掉四个男人爱上我的狗血设定 但在杨子的心中 常相思并不是古偶 剧情非常的现实 到时候怕是要刀哭众人 为了他特别喜欢的小妖 而仅仅是这部戏 杨子就拍了半年之久 最后一场戏还是哭戏 哭到眼睛都肿了 导演拍完都没缓过来 可见杨子为角色付出的努力 相信戏里抽人飞管子的哭戏不会少 对决你怎么看